臨時事務局 我想今天大家都是為了出國登陸事項的治安事件 來聽取我們的說明 臨時事務局是最近在資通安全檢查的時候 我們偵測到我們臨務局的電子作業系統 有異常的活動 然後經過檢測之後 我們研判應該是我們傳送給外管的 出國登陸的一些資料 可能遭不明人士截取 目前為止我們在臨務局在偵測到這個情況之後 已經立即停止對外管傳送這些相關的資料 改由外管再碰到有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直接向我們局裡面來查詢 我們也同時找了資安專家到我們局裡面來 就我們的相關資訊系統做了一個完全的數位見識 目前為止發現我們的電子郵件的主機 以及我們的其他相關像護照簽證文件證明作業系統的主機 也都沒有被害入的情況 所以其他的我們領務局所保存的個人資料都是安全無虞的 大家也都知道這次所受到主要影響的就是出國登陸的這些資料 出國登陸其實我相信因為在我們這段時間的推廣 大家也應該知道這是一個為社會所肯定的一個外安全措施 我們也會繼續辦理 我們已經目前為止把所有相關的狀況都排除了 也加強了對整個出國登陸系統的資安管控 未來我們還會繼續研議調整登陸的項目 希望能夠防範這些個資在被不當人士擷取的一個風險 那在這裡也代表我們理事事務局 因為這個事情我們最遺憾的就是 因為出國登陸其實是一個真的是對大家都有幫助的一個與外安全措施 所以對於驚動到社會大眾 以及對於當事民眾造成困擾以及不變 在這裡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